請收看 為心世界 劍宮百姊哺老美京 三界夢境 勇為美絕 此地眾生 活不休息 師父 各位同修行事 阿彌陀佛 師父 今天在這共修裡面一再地強調 無助向不失 其實我什麼也沒做 我只是在敬作為一個為心中弟子 應該敬的責任與義務而言 事實上真的是毫無功德可厭 跟師父結緣 到成為我們為心中的門下弟子 到成為我們第二屆 義經刑法研究班的學員 至今整整十四年 十四年來 跟隨在師父的身邊 眼看著師父洪華的腳步 一天比一天快 一天比一天快 不論是中華文化道統 義經風水學的弘揚 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永續發展 或是中華民主的血脈延年 師父日夜的奔波 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留下很多很多的足跡 留下很多很多的珍貴的法寶 心中常常想 應該有一個人 能夠用他的筆 將師父手走過的無盡數的足跡 能夠一一的把它 如實的把它記錄下來 把它流傳下來 可當時 我並沒有想到是我自己 2000年 師父在國父紀念館 舉辦跨四季祈求世界和平大法會之後 師父呢 就開始 拋課題給我 我 每一個課題 我都是歡喜心 來把它接受 同時 盡心盡力的 盡善盡美的 能夠把它完成 從 鬼谷子心法在台灣 當下 開始 這是師父給我的第一個課題 緊接著 言幻文化 與鬼谷子思想學說 接下來 中華文化道融爐 再接下來 微信中 中華文化道統 如今 如今 把它回頭想一想 師父 給我的課題 好像是 有計畫的 在安排 由鬼谷子心法 在台灣的當下開始 師父引導我 往前追溯 溯跟 追溯溯源 一直追溯到 我們八卦祖師 福西文化 再往前追溯到 古昆仁文明 師父 一再的開示 世界要和平 必須要追溯溯源 展望過去 立足現在 策劃未來 一年前的今天 師父 在三寶寺 給我 世界和平 這樣的課題 當下 我沒有第二想 歡喜心 接受 回到台北 開始思考 如何 來著筆 和平思想 和平研究 是我最先想到的 所以 開始收集 古今中外 有關 和平思想 有關和平研究的 書籍跟資料 研讀資料 提出大綱 請師父 過目 再繼續的 收集資料 組織資料 整合資料 到開始 著筆 已經經過三個月 這段時間裡面 因為我 還有學校的 教學工作 要進行 我有五班的課程 一班的導師 工作 相當的忙碌 但是 我很努力的 利用 課餘的時間 來完成這件工作 所以 從左筆 從左筆開始 我利用課餘的時間 在研究室 每天工作 真的是超過十二個小時 幾乎 以研究室為家 家務 已經顧不了了 全部丟給 我們在座的 楊院長 他一間 承擔 我沒有回家吃晚飯 協作這段時間 我真的是沒有回家吃晚飯 我帶便當 或者是 一個饅頭 一片吐司 加一點水果 當晚餐 這個研究 將近完成之際 有一天 楊院長 他突然告訴我 我不是很喜歡煮飯 我不是很喜歡洗衣服 真是 太為難他 在此 向楊院長 說聲謝謝 阿彌陀佛 在協作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楊院長的另外一件工作 那就是每天晚上 九點半 到十點鐘 他要到學校研究室來接我 每天 風雨無阻 除非跟師父 到第十二屆 到第十三屆上課 否則他是風雨無阻 每天晚上 九點半 九點半到十點鐘之間 他一定會到研究室 門口來接我 九點半 我研究大樓已經關門 所以他必須要在門外等 等我從六樓 做完工作之後下來 有一天 有一天 楊院長突然告訴我 突然跟我說 他說四十年前 同樣的夜晚 同樣的地方 他等一個女孩 從女生宿舍出來 從女生宿舍出來 那個女孩就是我 我當時是正大的學生 我住在女生宿舍 他說四十年後 同樣的夜晚 同樣的地方 人就在等一個 他說等一個太太下來 真的是很難為他 在此楊院長 向您說聲謝謝 阿彌陀佛 這個 微信中 世界和平 這本書 一共有將近三十萬字 真的是一個字一個字的寫出來 回頭想想 只能夠用四個字來形容 那就是不可思議 偷佛 感謝師父 在把忙中 給我很多的指導 師父 謝謝 回去啦 回去啦 感謝 老祖師尊 諸佛菩薩 在這段時間 給我 加持 護佑 賜給我 智慧 信心 力量 至少讓我的身體 可以承擔得住壓力 讓這件工作 能夠如期的完成 再度 要感謝師父 您的厚愛 由於師父您的厚愛 您的牽引 您的指導 讓我深深體會到 生命的可貴 讓我深深的體會到 生命的崇高的價值 跟意義 也讓我感受到 人的潛能 真是 無限大 願大 力大 願大 練大 師父 您的教會 我 有銘記在心 您一再的開始 我們要 要 情修行 要練佛 要修心 要修口 要養靈 師父 我 有銘記在心 並且 我努力的 身體力行 我每天早晚 一炷香 向佛祖 懺悔 惋惜 鎖造 諸二夜 走在路上 我一路 實戀佛號 願此功德 迴向 法界 一切眾生 二十一世紀 中華民族聯合紀主大典 圓滿之後 都會在 三保寺 舉行佛旗 我一定 想辦法 抽空 回去參與 練佛 繞佛 拜佛 在拜佛 那一沙拉 反省 懺悔 我 淚流滿面 我深深感覺到 天父 阿彌陀佛 就在我的身邊 師父 經常開示 我們世間的一切 人事物 我們世間的一切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都是 因緣 和和 都是短暫的 它是有違法 唯有佛 生生世世 陪伴著我們 這一點 我感受到了 今天師父 有開示 我們衛星中 我們衛星中 這個是追根 溯源的法門 我們衛星中 是世界和平法門 師父開示 希望我們 所有 衛星中 帝制 能夠 共轉 人間淨土法門 能夠共創 世界和平 我們衛星中 是一個和樂的 大家庭 我希望 我們衛星中所有的帝子 能夠追隨我們的師父 共創 世界和平 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 就農曆來說 即將開始 就國立來說 它已經開始 祝福 新的一年 吉祥如意 福會增長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他的委屈 阿彌陀佛 他的委屈 化為一股力量 給我們 每個 每一個人 都 都 面對 信 願 行 我們在世間 可以相信 的是 佛 跟我們的心 那是 基督教 信耶穌 會定性 耶穌就是我們的心 信佛 可以定性 就是 是心 所以信心 最重要 信 活所開始 世間的 萬行大事 信真假假 假假真真 我們世間修的說法 都在表面的背 那麼活所說法 就是我們的心 心是什麼 是文化 所以 所以 人人的世命 也 是文化 所以各位 我們大家 在世間 有機會 來做董事 你們所聽到的一切法 我鼓勵大家 你們大家 一定要做悲喜 做悲喜 就是 從我們的世命流來 你看到 今天沒有開心的 你會咬 你開心的 你會咬 咬 咬到筆記 那筆記 就是文化的 腳踏 文化是 我們人 真真真 真 自己的世命 每一個人 有一個人 他的世命 會表達風釋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有一個地位 會表達風釋 所以 各位 我們現實動修 客人十方 各位 十方 成立 我們 每一個人 所經過 所體驗的人 我們 帶著一本婆 過去 我們沒有在習慣 我們 現代他死了 因為婆婆 死了 在後 經過一段路 我們 世間 大的時間到了 我們 要走 要回去 那麼你們 所老的 這些 破壞的 這就是 你的世命 如果沒有 你老庫 比較多的 財產 小孩 就比較困難 為了財產 這些小孩 開始 起玩家 起小狗 起小拍 何重 小胸 甚至 為了財產 生在那裡 打牌的感情 沒猜 是人 身心 空空 大家都在說 我對世道人 很友好 一旦 死了 他後 你所老的 你 一筆 很大 財產 你那些小孩 如果要友好 那是很困難 我看有多少 有多少 所以各位 我們可以留下來 跟小孩鼓勵 跟小孩鼓勵 我們一定要留下來 所以我們中文 自六七年前 來請黃教授 幫忙下跌一本的討論 我們中文 開始開了另外一個境界的大門 然後 接下來 我們的幾個主心法在台灣 幾個主心法在台灣 無量無邊 會描述 好 和盡力 所以 我們的 黃教授 剛才 所開始 這三十多 頭蠻子 用幾年的時間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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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的研究室 參考到所有的 人過去 世界各國 文學家 師匠家 鐵學家 宗教家 他們的 世界好平的理念 跟我們 我們心中的 世界好平理念 可以收接 在哪裡 用精神 接起來 這種的 也就是我們 黃教授 他的生命 的公費 一直一直 流到未來 這 也就是 不可思量 不可思量 沒辦法去想 沒辦法拿手來扭 多大呢 沒辦法去扭 可以多長呢 沒辦法去扭 所以 不可思量 不可思義 不可思義 就沒辦法拿出來 檢討了 讓他思義 不可思量 來做一個結論 讓他思義 所以每個人 滑天 吃冰 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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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在家裡的武漁、在家裡的笑,我們在外面,我們就在心裡不是主意 這種的我們人世間的恐怖不安的心在哪裡? 就我們的蝦子和麥茶害到我們家庭 所以我們台東大廠就要落城了 每一條很大氣的蝦子,我查到一台差不多四十公斤的蝦子 教大家,蝦子比較重 你說蝦子的蝦子很重 蝦子的蝦子很重 就是叫蝦子比較重,自己聽就聽 聽完,不要了,我們感謝自己的 好的,我們要感恩,要努力 但是,現在世間的人,你聽就好,覺得我是對 聽到不要了,你就無用話,你就不要了 這就是我們人世間最最可能 所以圓兒嘛,關閻法文嘛,我們看,我們都聽到了 我們自己要去嗝嗝,你不嗝嗝的時候,哪像 啊,小妹子就夢想,你夢多少就算多少 所以各位,我們為心中會發問 金光經的真理妙法,佛所開始的 就是你跟我們提起說,世間有這麼多,這麼多,這麼多的蝦子 今天有這麼多,這麼多的蝦子 我們金光經,我們的特金光經,尚金光經 你不去嗝,不去嗝嗝,我們的靈魂 一旦倒塌一點,我們的興趣以後 社會上,世間上,有多少的蝦子呢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要去嗝,要去嗝,要知道一切 知道世間一切的幻法,變法 社會上,社會上,一切進步到體步到重 這都是我們可能要了解 所以也叫做破產 他們有所思,行意有無上報仇 我們也不要煮到煮到煮到熄,就是麥頓看就熄 然後人家說聽到聲也可以 也可以說聽到你百分 喔 我吃了這麼香 你沒香 你為什麼創作煮花枝 這都是給我們開始金光景 開始世間有這麼多的電動有這麼多的讓我們去煩惱 有這麼多的很愛我們的佛性 我們的心情 很愛我們的地位 很愛我們的生命 共悔的一段非常好的一段 佛經金光景阿彌陀佛 Terima kasih kerana menont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